大家好 我是余菲 又來到快評的時間 今集快評講國際時事 講下歐洲的能源問題 不過今集不是宏觀 是微觀一個個案 對我來說 宏觀其實是來自細碎的微觀歸納出來的結果 正合正題 今集和大家介紹一個缺能源的比利時家庭個案 看看距離最近的生活是怎麼過的 我會附個連結給大家 而那個個案的拍攝時間 是北溪1、2號仍未被炸的那時 視頻反映 寒冬都未到 北溪兩條管道都未被抹去 但是這對夫婦已經感受到很大壓力 比利時是歐盟成員國內能源通脹率偏高的國家之一 當地政府和銀行談判 想通過暫緩供樓 令那些家庭減少經濟壓力 比利時政府還做好預警 講明未來幾年都可能有能源問題 不要說價格貴不貴 是有沒有足夠供應都成問題 能源壓力絕對不是今年 今個冬天的事 至於那個比利時家庭 是個中產階層 有自己兩層的獨立屋 是一間屋貼著一間屋的那種 在仍然有幾個星期才下雪的9月份 這對夫婦已經要開始減少能源使用 例如將家裡的燈全部換光LED燈 晚上只開小量一兩盞LED燈 基本上 家裡大廳之外的其他地方 大部分時間都不開燈 晚上就游得她黑媽媽 這對夫婦 太太要照顧小孩 以前會用洗碗機幫手洗碗碟 現在就自己洗碗 他們在晚上才用洗衣機洗衣服 因為比利時非繁忙的晚上 電價會便宜些 日後和週末正常電價下 他們盡量不用電器 藍牧主說生活壓力大了很多 貴了的不僅是能源 交通 超市 雜貨 通通都加價 這一點我們當然明白 因為能源貴 就會有連鎖反應 就等於缺能源 不僅是冬天熬冬 是會影響工業生產 收縮消費活動等等 由一連串的骨牌效應 引致全面的經濟衰退 回頭說回藍牧主 他說生活成本高了很多 他們向政府求助 一些歐盟成員國已經宣布 會向民眾提供救濟 視頻中就說 歐盟成員國的能源和經濟部長最近開會 談談包括如何賺錢 要救濟民眾也要有錢才行 他們一起想出一條自己認為的好招 視頻中受訪的專家 布魯塞爾管理學院的教授說 方法就是引入利潤上限 對部分公司 尤其是電力企業 一過某條利潤線 就向他們收稅 等利潤線以上的收益流回政府 而政府就用這些錢 補貼一般家庭 那位布魯塞爾管理學院教授說 電費貴了 電力企業賺多了錢 賺得多又成本低 意思是 當然要向他們開刀 收他們稅 視頻收結時 不斷把矛頭指向俄羅斯 同時預告未來一段長時間 都會有經濟衰退 視頻最後那句 說有經濟衰退 我完全認同 以下 講下我對視頻的觀感 那位專家教授 有一點令我很不明白 當前歐洲那些國家 電費貴了 不完全是他們國家的電力公司賺多了 很簡單 因為來貨貴了 又或者要加入新基建投資 成本高了 那位教授知不知道 美國液化天然氣 比俄羅斯天然氣貴很多 俄烏開戰 他們制裁俄羅斯能源的4和5月份開始 歐洲國家即時買到的 大部分是美國的液化天然氣 有信息說 美國的液化天然氣 甚至運到歐洲後坐地起價 一旋氣 賺到1億美元 是罕有的能源暴力交易 因為是應急 歐洲肉錘砧板上 商業內幕網站的能源專家表示 這些美國公司將大約6000萬美元價值的一旋 液化天然氣 運到歐洲 因為不缺買家 收購價去到歐洲 可以飆升到2.75億美元一旋 即是這些能源公司每船能源的貨運單可以賺到超過1.5億美元 所以說 俄烏之戰大了半年 表面上美國政府要出錢出武器 洩給烏克蘭 不過 盤數不是這樣計 發達的是美國那1%人口 就是那些政客和有能力勾結政治的利益集團 例如 軍火商和能源商等等 於是 埋單計數 美國政客和利益集團是在發展爭財 不過 只是利益集團和政客發達 不是美國普羅大眾 納稅人的錢和政客利益集團的錢不是同一條水 所以 不要簡化像我這類言論說是盲目反美 並不是這樣 我將一個國家 它的政客利益集團以及人民分開來看 其實勤力工作 交足稅的美國人都是受害者 因為那些政客沒有專心改善美國社會和民生 另一個朋友 讀多國際時事頗為感慨的是 當前 很多所謂政黨輪替的民主選舉國家 他們的運作並不是完全為普羅大眾謀福利 而 職業政客為贏選舉 甚至不惜撕裂美國 回頭說回視頻中那位布魯塞爾管理學院教授 他和其他歐洲經濟專家 究竟知不知道真相 他們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中 如果他們知道真相 有沒有 有擔當地將真相說清楚 而有人肯說 政客又聽不聽 總之 一連串的關係 令民間之痛 醒了都未必有用 有很長的關係鏈 要一層層地傳道上去 到最後傳到政客那層 那些政客才會真的做出一些改變 當然 除非民間出現大亂 這樣一層層傳上去的過程 就可能會很快 上面說了 大賺的未必是歐洲各國 是美國或其他地方的液化天然氣 以下補充幾句成本問題 因為要改為接收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液化天然氣 很多國家都要立即起接收液化天然氣的碼頭和儲存庫 各樣都要投入成本 所以能源貴了 未必是歐洲國家的電力公司直接賺多了 早在五月初 日本方面的新聞就說 整個歐洲接收液化天然氣的缺口是4000萬噸 以整個歐洲每年向俄羅斯買1.3萬噸天然氣來說 即使全部液化天然氣都保得上 都有三成沒有設施去接收 5月前後開始 很多歐洲國家都急急去蓋費用便宜些 施工期比較短的浮動式液化天然氣基地 最新消息 9月26日北溪管道被炸後 美國已經又再提高了液化天然氣的價格 價錢升了但沒有影響銷量 聽到朋友 做節目時又多一個最新消息 就是被炸的北溪1.2號停止洩漏氣體得到進一步檢查後 原來一切還有得救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表示 原來北溪2號有A線和B線 現在只是A線受損 B線沒有受損 仍然可以向歐洲書氣 稍後 等再多些訊息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再講一下 不過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這個這麼戲劇性的新發展 事態發展真是奇情曲折 初步分析 有兩點想講一下 第一 北溪2號炸成B線 斷不完 但就令黑手露了身影 現了真身和殺氣 如果歐洲政客稍為撿回身材都還不懂 就真的沒什麼道理 現在 殺不死北溪2號 整個局面又多了微妙的變化 劇情發展會更加奇情 俄烏之戰更加值得跟進 第二點 既然北溪2號B線仍然可以通氣 那這個球就落在民望下滑的德國總理索爾茨身上 他要評估民意在反戰和反制裁之下 是不是仍然可以通到的管都不用 如果是 令德國人武器用的大罪人 對德國人來說就是索爾茨 不是俄羅斯 而近日德國零售商聯合會已經寫信給德國副總理哈貝克 哈貝克最近筆點名批評某些國家的液化天然氣賣得很貴 零售商聯合會告訴他 如果不解決能源問題 今年內可能會有16000多間商店關門 當前德國政府和政客根本連烏克蘭和波蘭都震不住 形象太懦弱 再加上北溪2號B線的劇情大逆轉 就看看德國政客會不會夠長 總之 想不到真是像我之前所說的 更曲折的較量在後頭 包括實戰的戰場 好了 今集快評先說到這裡 歡迎你們訂閱、點讚和轉傳 你們的支持很重要 我是余菲 時事觀察見 拜拜 拜拜